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隋朝坐拥113万军队,50年吃不完的粮草,为何成为13年的二世王朝历史上? 人们总是把隋唐放在一起来说,不仅仅是因为隋朝太短暂,只有短短数年,也有因为两个时期都是历史上国力强盛很相似的原因。 面对混乱的南北朝时期,隋文帝扬间,做到了像秦始皇一样的大一统重举。 最后他再一次统一了各国,对内发展内政,对外打击少数民族,努力发展国力,最终将隋朝建立成一个富饶强盛的国家。 隋朝最强大的时候有多强大呢? 单单兵力就达到了113万,而人口总数,更是达到了4600多万人数。 隋二世隋阳帝扬广,为了继续开辟军航大运河,曾经调动农民3000万人。 粮食储备也是十分充足的,隋朝在各大都会的附近,设置了许多国有粮仓,位于洛阳以东洛河入黄河河口处的洛口汤,共有粮较3000个,每较存粮800。 零时,合计存粮达2400万时,约合25.44亿斤。 隋朝在很多地方很像秦朝,兵强马壮,粮食充足,也压榨农民导致了拟农民起义和各地返亡并起的局面。 这里小编很奇怪,明明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王朝,怎么会在隋阳帝手里,只持续了13年就治之离破碎了。 小编查阅资料,发现基本上是这几方面的原因,首先就是导致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农民起义了,之所以会发生农民起义。 主要就是隋朝处于一种报复的状态,他间接地继承了前面立朝的财富,隋文帝说是统一了南北朝,不如说是继承了南北朝。 所以可以理解为隋朝的底子是非常好的,但是这只是朝廷的报复,隋朝时期一片歌舞升平之下农民的生活还是十分悲惨的。 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农民,还要面对着皇帝征讨一族,修建大运河,修建长城等等的繁重任务,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农民是在。 忍受不了这样的压迫,起义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。 再一个原因就是隋朝内部的分裂原因。 隋阳帝面对农民起义,并没有放在心上,随便找人去平定的,他比较在意的是平定少数民族。 但是这一时期,却出现了一件大事,开国功臣杨素的儿子杨玄感,在第二次征讨高丽的时候,公然扯大席造反。 这大大的刺激了隋阳帝,在平叛之后,杨玄敢被株连九族,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株连九族的人。 其他的开国功臣中,武将如于庆泽,王世基,贺若碧,史万岁,文臣如薛道衡,张衡,刘法,王景等,凡是功劳,名头响的,全都遭到文帝父子的毒手。 这也使得隋朝从内部也开始了分裂,期间也出现了如李渊这样,没有在权力中心投过一劫的,在后来的诸王争霸中展露头角。 可以说已经内忧外患的隋朝,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走向了灭亡,仔细想想还真的很像秦朝,两个王朝都完成了大一统。 也都毁于暴政和起义,以史为鉴,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,都只有真心待人才能长久,一味的压榨,换来的只会是反抗。